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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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整体上还是相处的不错 女人在家里也比较尊敬公婆 公公婆婆空闲时也会给女人打打瓦 第二天早晨起来 女人也只是做了自己和老公 还有他们两个孩子的早餐 公公婆婆做了他们和小叔子一家的早餐 吃完早餐的小叔子一家人 吃完后就回屋子里看电视去了 竹子上剩余的餐具都不整理一下 以后的时间里 他们一家三口每日不是吃了睡 就是睡着吃 女人给自己小孩买的零食 放在自己住的卧室里 小叔子媳妇会趁女人不注意的情况下 叫自己的小孩拿到客厅去 一会儿就给吃完了 实际上女人不是一个小家子气的人 洗衣煮饭给小孩吃零食都可以 可是另一方一定要明白 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人一定要学会感恩 更何况住在这里快一个多月了 还没有见他们为女人的小孩买过什么 女人的内心是比较细腻的 女人将自身的不愉快 讲给了自己的丈夫听 一开始男人还嘲笑女人 说女人就是适多 吹毛求疵 这句话说的女人更加的生气 女人好想把他们都赶跑 逐渐的随着购物的频繁 渐渐的女人的老公也快撑不住了 去一趟外边购物 起码也要卖三天的食物 鸡鸭鹅鱼蛋 还有新鲜的水果 蔬菜和小孩的零食 每次的花销都在千元以上 公公婆婆看自己的小儿子一家 做的实在太过分了 也不太好去说什么 公公悄悄让婆婆撒给女人三千块钱 说减轻一下伤口的压力 丈夫也知道自己弟弟一家做的有点过分 弟媳妇她也不好说什么 但是说一下自己的弟弟还是可以的 丈夫搂着小叔子去外面 说了一会儿话吃了晚餐之后 小叔子让他媳妇帮忙整理餐桌 他则接过了女人的工作 打扫卫生又把地脱了 女人时去的到一旁 去带自己的孩子去洗漱 从那一天起 小叔子一家比以前勤快多了 有时候也一看到 小叔的老婆亲自洗菜做饭 不过外出购物还是女人老公的火 跪在公公婆婆私下博住一些 要不然真的受不了 现在女人就千叛万叛 何时不丰路了 小叔子一家人一离开就好了 小叔子一家是三月初离开的 临走的时候还拎了几箱礼物 还在车厢里带了储车产品 小叔子一家走了之后 终于女人松了一口气 妈妈你过来看这是什么 女人听见孩子喊她的声音 跑到小叔子他们一家睡过的屋子里 一看床下扔的全是各种食品的包装袋 地上扔的全是瓜子壳和一些卫生纸 也不清楚是否是有意临走时 给女人添麻烦 住在朋友家短期内还好 假如长期住的话 确实会影响到别人的日常生活 终究住进去的人对这一家人不太熟 这家人还要付出多余的精力 去操心客人的日常生活 还有一点就是说 住在亲朋好友家中 亲朋好友毫无疑问 要承担你的平日饮食的搭配 这在其中就多了一份花销 时间长了别人毫不宜 肯定会有想法 心里多少都会有一点怨气 因此说有急事 住在亲朋好友家能够理解 但是自己一定要有自知之明 来的情况下最好拿物品 住进去 住进去以后能早走就早走 那样才不容易被别人埋怨 用大白话来说就是 日久见人心 患难见真情 外在的困境让我们看到 人们团结的同时 也会让一些人隐藏的一面 暴露出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以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关注